好 現在我們聽到了這個Pajero 它停產之後 沒有後繼車款的消息 可是好消息是 Mitsubishi的這個大改款的Outlander 聽說它的拉力的含量 變高了許多 那台灣會有嗎 對 像Pajero它停產的原因 就是它看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上太多的車子 都變成這種休旅車 比較舒適一點取向 所以它就取消了這種 非乘載式車體 結果就一落千丈 就賣得非常的糟 而且你也知道 那個世界這種越野的王座 大概就被Land Cruiser搶光了 所以即使Mitsubishi 在日本當地的產品 也是賣得不多 那我們這次東京車展看到 它這個Rally Art 還有它的這些這種 在Outlander上面搞了一些 很帥的這種style 我們只能講style了 然後就變成說 你看它的Rally Art的概念車 也是走SUV 也是走CUV 其實我們從Eclipse這個車子 變成SUV的開始 CUV的開始 我們就知道 其實他們Mitsubishi 真的是很多的方面 發展的不是那麼的好 這是實話 但是我們看到這台Outlander Outlander 我們家還有一台公務車 那你看它新世代的Outlander 是很帥的 它的頭燈跟日行燈是分離的 非常帥 那個Dynamic share又搞得很漂亮 而且它的PHEV版本 在歐洲 在日本是賣得最好的 真的是賣得不錯 因為PHEV 在Mitsubishi 就是介於電車之間 它也可以充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基礎上他們還是 可以專注的為未來 譬如說純電 PHEV 還有非常帥的外型 其實它的這個造型 我是覺得不錯的 那我們台灣到底 什麼時候會上市呢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聽到 真的沒有聽到 我們真的沒有聽到 還有它那個兄弟車 現在變成兄弟車 這一代變成 它跟Xtrail 是用同樣的結構 因為畢竟就集團都合作 因為這個時代就是一直這樣子 但Xtrail是今年會來 不是嗎 Xtrail很可能今年會 比較有機會 對 全新大改款的 對 但是這個Outlander 我們就不太清楚 完全沒有消息 對 完全沒有消息 但是我覺得這一代 是真的看起來很帥氣 光是那個造型 我覺得就可以賣 希望可以有好消息 我們講到 如果你喜歡硬漢的越野風格的話 這個一定要選擇越野車 那越野車其實有兩大的神功來互提 一個其一就是打卡拉利賽 其二就是軍用的背景 但是我們講到 屬於這種軍用風格的 這種越野車的話 大家馬上第一個會想到 可能是G-Car或者是Jeep 但是今天來到我們棚內的這款 神秘的車款 你肯定幾乎很少人有聽過 大家今天一進來之後 每一個人都來看這台車 來新來帶我們來看看 來自於好戰的 俄羅斯民族的用車 這一台車如果你看在路上 大家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我們國防部 有什麼派什麼車出來了 其實這台車剛剛進棚的時候 引起我們車門一陣小轟動 我相信不光是我 應該很多人 我超興奮 沒看過這個車 甚至看走了一圈 你還是不知道它什麼車 因為它剛剛進來 我們看到它車尾ABC 它的車尾有一點像 Mercedes-benz的巨大 G-Car 這樣的線條方方正正的 但是進來以後 看到現在的車頭 我覺得有點喚起我 大概當年在金門當兵 那個M151 四分之一的指揮車 有種類似吉普 指揮官的車 我當初那台車 它是算是福特幫美軍做的 在60年代左右的M151 有一點那樣的味道 那也有一點像藍哥吉普 然後全部都揉一揉 然後就變成這樣 他說這邊也有一點像 Land Cruiser的一些角度 我今天就看出了 所以它實際上其實是來自俄羅斯 它叫UAZ 那車名叫Hunter 那說到俄羅斯的這個車 其實我個人比較熟悉的 應該就是20多年前 台灣還有總在引進的 這個拉達的NIVA 到現在我前陣子 在路上還有看到拉達 那這個車 我從來沒在台灣路上看過 那是到最近的這個台灣神通廣大的貿易商 才買進來 那我們剛剛一直在研究UAZ的Hunter 然後你去維基百科查一下 基本上UAZ這個廠是大概1940年代 俄羅斯就有 那到1970年代 它出了一個這個469的車型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覺得它好像大概有個三五十年的車齡 是啊 可是我們剛剛不... 我們一問車商 他說2017年的車 這麼新? 所以才不到五年 是 然後它的動力規格也很新 它是符合Euro 5 就是歐盟五期的2.7的汽油的動力 然後我們剛剛打開眼睛 它還有直接點火 所以根本就跟現在我們台灣路上跑的車 其實年齡差沒多少 原來它是年輕的 大家不會 也就是說UAZ一直在出這台車 但是沒有什麼變化 有點像G-Class這樣的味道 對 型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那這個車在國外 你如果去YouTube查的話 它常常在一些場合 像是俄羅斯他們的國慶閱兵 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這個車 我覺得好帥 然後或者是一些真的打仗 華沙公約組織他們的武裝部隊的軍車 也就是這個車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台 恐怖分子在用車嗎 你確實是一台軍車 其實從它的一些結構甚至設計 包含等一下我們看到它的內裝車 非常的簡化 硬漢 就是證明它是一台軍車 而且型男我想要問你 因為我剛剛有發現 它不論是左邊跟右邊 都有那個加油孔的蓋子 對 它是兩邊都有油箱嗎 其實我們之前有介紹過一些 類似這種越野吉普車 它就會有類似這樣雙邊 或者是雙油箱 讓它可以有更 不論是加油的便利性 或者是長途的耐久 購更多的油箱 主婦油箱的這樣的備用 相關的一些考量 了解 因為你在打仗的時候可能有 你來不及去加油 不是隨時加油這麼便利的話 可能會有這一些相關的考量的部分 對 外觀其實真的看起來超帥的 但是大家一定很想進車內體驗一下 它的這個風格到底是什麼樣的氛圍呢 我們就進車內看看 什麼叫做純粹的機械回饋 這台車裡面 就是原汁原味的呈現出來了 對 這真的好像回到當兵 當那個駕駛兵的感覺 我覺得很像那個鐵牛車 這樣講有點不好意思 對 它這個真的是全部的機械了 其實剛剛我們進來 先把車移動一下 你就會發現它發動 當然都很自然 因為它動力其實不老 我們剛剛聊過 然後它發動很特別 鑰匙在左手邊 有點像保時捷一樣 對 那車上還有一個地方 滿像保時捷 五環的衣錶 它用五環錶 但它其實基本上這個是時速 它是手排 無數手排 但沒有轉速表 那中間的四個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追加列表 包含它這個是汽油油量 它是用925000汽油 然後水溫 油壓以及電壓相關的 然後其他所有的冷氣音響 都不要想 都沒有 但它有點驗座 等一下 為什麼沒有冷氣 因為軍中或者是俄羅斯 根本不會熱吧 等等的卡牌 根本打仗也不會讓你 越簡單機械維修 就出trouble的機率越低越好 所以冷氣音響這些都沒有 影響可能就直接用無線電 通勤而已 再來看到中間完全非常的空曠 沒有什麼扶手之類 就一根武術手排的排檔桿 剛剛移車你發現 它離合器的釋放點 其實還滿高的 很高 然後再來右邊這一個 就是真正的分時市區 你要2H 4H或者是4L 不同的時候 打仗遇到惡劣路況 就靠這一根 然後剛剛其實我們在調 坐姿的時候也發現 座椅當然就是很基本的來 沒有什麼包覆性 直升性 是 就一般的座椅功能 超級機械回饋著 對 就是一般的旋盤式 現在有些車還是這樣設計 對 但它的滑軌很特別 是這邊你把它Press 壓下去以後 稍微要用一點力氣 重壓 對 才可以滑動 它都是用機械式 真的很特別 而且你要想 這種車沒有什麼電動的裝置 剛剛我們要開窗戶的時候 花了好大的功能